每个星座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表现都有着各自的特色,而要说哪些星座最会完成,能够活跃气氛,那一般都是火象星座的人。 其次是风向、土向,而水象星座由于太感性,会本能地计较感情,所以在活跃气氛这个方面并不会具有太大的优势,所以它们一般都是被太动活跃的那一方。 但活跃气氛有时候是需要天赋的,如果故意去带动气氛,那很可能会把气氛带得尴尬起来,而在十二星座中,有一个星座最具这种天赋。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根暖场达人,一个有着幽默天赋的星座,射手座。 讲道理,火象星座本身就有着搞笑的天赋,因为它们本身的气息就非常乐观活跃,但真正最能搞笑的只有射手座,身边有火象星座,的朋友可以回想一下。 当白羊狮子想逗你笑,给你讲笑话的时候,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? 开去玩笑话? 白羊狮子在逗你笑,给你讲笑话的时候,没讲到一半它们自己就笑了,有时候会让人很尴尬。 因为白羊狮子控制不住自己,气氛不由自主的就虚了,但射手不会,射手座只要准备动你笑,只要准备给你讲笑话了,那它一定会憋到底,忍到底,而就是这个可爱的状态,才使得射手带上了幽默气息。 换句话说,射手的那种气息本身就是一种幽默,而说到火象星座的幽默细胞,那就需要一个有趣的场景,比如酒桌上火象星座的表现。 白羊座可以说是酒桌上比较滑头的一个星座,跟白羊喝过酒的人应该都知道,白羊座非常的滑头,只要白羊不想喝,它就会找到很多理由来逃避,要么装睡, 要么装睡,稍微成熟的白羊是不怕被击的,而狮子跟射手是不一样的,狮子跟射手是经过奇迹的,一旦被击,那它们就会舍命陪君子,所以在酒桌上射手与狮子,往往是先醉倒的那一类人,当然酒量大的除外,但这并不是说射手与狮子是不经营的,相反,射手与狮子有一个非常让人羡慕的优点, 那就是它们懂得给你面子,是真的会把别人的热情,跟仗义当回事的人,这是一种真实,只要你愿意给它们面子,它们就一定会回馈你, 而把狮子与射手的这些表现总结起来就是一个特点,那就是它们不会扫兴,所以最讨厌的就是被人扫兴。 换句话说,这就是火下心中更深层次的那个特点,叫做愿意牺牲自我,即使射手狮子喝得再醉再难受,它们都会强撑下来。 不过,狮子座并没有射手座那么强的忍耐,换句话说,如果狮子在酒桌上喝醉了,那确实会一直变着,因为怕被取笑,而狮子难受,的时候它的整个状态就变了。 跟幽默就很难再沾边了,但射手不会,所以射手座的人往往都要比狮子更受人欢迎,更容易被人接纳。 说的再准确一点,射手座的幽默细胞是最平和的,它不会过度,也不会太虚,表现出来的就是容易被人接受,因为射手座的心性就是这样,射手的这种心性,可以说是火象星座之中,最接近平衡的一种心性。 就像我之前说的,射手座总是很喜欢陪人演戏,而且会把这种事情当作是一种乐趣。 那么问题就是,射手座为什么会把这种事情,会把这种事情当作乐趣? 其实说的透彻一点,这个特点就是射手座的本命标签,叫做兴趣感,只要是好玩的,好笑的,射手一般都感兴趣。 而当射手进入那种兴趣状态的时候,他的幽默天赋就会被激发,所以射手就会开始扮演角色,然后陪人演戏。 明明心里什么都知道,但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都不知道,甚至偶尔还会牵油加醋,但结果却是良性的,因为你不会尴尬。 只要你没有损伤射手的自尊跟面子,那射手就不会拆穿你,而跟射手接触的人只会觉得射手又热情又好玩。 总结起来就是幽默,暖场达人,这就是一个有着幽默天赋的星座。 但狮子跟白羊不是这样的,如果你在白羊面前演戏,白羊只要发现了点什么,那白羊的状态就变了,狮子也一样。 如果你敢在狮子面前演戏,狮子会本能的讨厌,然后吃剧以敌。 说白了,在狮子白羊面前,你根本就演不好,狮子跟白羊不会给你那个机会的。 而跟火象星座对比,最明显的就是水象星座,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水象星座的幽默是什么状态。 举个例子,比如某一天你跟双鱼出去吃饭,因为关系好感情深,那在吃饭的时候,双鱼可能就会帮你加菜。 如果你也帮双鱼回加了一份,那气氛就美了,但如果双鱼给你加了,而你没给双鱼加,那气氛就毁了。 水象星座根本幽默不起来,太细腻,太敏感,根本幽默不起来。 但如果这个时候射手来了,那气氛莫名其妙就会活跃起来,射手自带那种幽默气息。 开剧玩笑,有射手在,想能场多难,除非射手没兴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